再來我們來看看 凱文老師要帶我們去哪裡呢 超 一日游 一日 當天 怎麼可能 我的行程都是當天 就在大台北 開車大概一到兩個小時 左右的時間 然後呢 我這些行程都免費 不用門票 不用門票 你只要有腳 體力 願意走 有體力 還要有配備吧 這些配備不少 對啊 配因人而異 我們等一下再講 就是大家知道嗎 台北最近被 孤獨星球這個網站 票選為全世界 最適合旅遊的 第一名 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 奧克蘭 紐西蘭的奧克蘭 台北被評選為第二名的原因 是因為除了人很和善 食物很好吃 交通很方便之外 就是台北這個城市 它只要開車 或者是車程一個小時左右 你可以 這在世界上面的城市 所謂首都城市 就是城市 旅遊裡面是很少見的 所以台北被評選為 全世界的第二名 所以你可以不用花太多的時間 我最近是迷上了健行 然後健行我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從幾個台北近郊的一些 步道開始 比如說向山 大家都知道 向山 然後或者是劍潭山 好 我就是從這樣子開始慢慢的 然後呢 要帶伴嗎 我剛開始都一個人 你好大胆 不是很危險 不是 步道一個人 那種都已經規劃得很好 而且我跟你們講 其實 我覺得健行是一個孤獨的運動 為什麼 它跟露營不太一樣 露營你可以在這邊 然後三 五好友 聊天啊 可是其實你在爬山 健行的時候 我不能跟你聊天喔 沒有 我跟你講 你要像我們那種直上直下 你沒有時間聊天 好 那我今天要講的 都是在大台北 你一天來回就可以了 而且我跟你們講 我不是那種早上去坐的 我都大概選擇十點出門 然後在景點前 我先去吃個午餐 網美打個卡 然後再往景點去 然後五 六點左右就回家 這些行程都是這樣子 首先你先看 七星步道 七星山步道跟四冷野溪溫泉 這個就是陽明山行程 對 這個就是陽明山行程 然後 七星山步道就是冷水坑那邊 直接爬上去 那我那天去的時候 有奶湖那裡的 對 很漂亮 我覺得天氣好像很漂亮 但我那天去全部都白的 大部分都是白的 為什麼 很容易是白的 它大概只要是中午過後 都幾乎都變白的 對 而且變白 其實滿夢幻的 對 所以如果你要拍到網美照片的話 你一定要六點就出發 好早喔 早上 太早了吧 因為最安全 就是你要拍到晴天剛很漂亮 七星山很美 冷水坑那邊的芒草 一片的話 你一定要很早出門 那個氣候是最好的 可是爬那邊的步道很舒服 然後我走完步道之後 我本人體力很好 所以走完步道之後 我又往金山的方向開車 去找 那我就去開車往四冷野溪溫泉 這裡去 這個是 最後的目的地 這是溫泉 它是天然的野溪溫泉 這一坑 對 然後它旁邊是 清涼的溪水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去調 像牛奶一樣的 可以泡冷池 熱池就對了 對 你可以泡完熱池 然後你可以 旁邊是石頭風 自己做池 真的 好玩 然後很多人都會帶 那個塑膠布 墊在這下面 要不然那個石頭不舒服 他們又這樣 墊子墊在下面 然後我去四冷野溪溫泉的時候 因為像這種野溪溫泉 有些時候你真的要做好功課 然後再告訴大家 這個山裡面都沒有訊號 手機沒有訊號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路徑 拍在你的手機裡面 很詳細 我去找這個野溪溫泉的時候 我走錯了 我下錯了 而且我選擇了直上直下 下錯了 然後我跑到了 你看這個 直上直下的 這個都是要用繩子 你們現在看好像平平的 沒有 它那個波度大概是這樣 這麼直 這麼無聊 我跟你講那是一種挑戰 這會滑下來 已經長好了 這個都是之前 不是長好的 這是之前登山隊的人 對 假的 不是長好 它不會長真是甩 對 然後你看它會經過這個 好美 這好漂亮 這很漂亮 這是在路的 在路上 好像密鏡 而且這裡很多人是騎車去的 這裡很多人騎車去 好 我們看下一張 下一個 這是在瑞芳的三雕嶺 這很漂亮 這個三雕嶺其實它是一個 舊鐵軌 它現在還是有火車會經過 那個地方你可以拍到很多 鐵軌步道什麼的 這種照片 很美 但是我上網的時候 收到了右坑瀑布 你看 它就是這樣 好漂亮 然後你走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看到 好原始 對 它就是比較原始的步道 好可怕 我覺得很棒 好美 很漂亮 很舒服 你在那裡面就是 但是在那個走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一個 然後又不能跟你聊天 不是 我在走路 你跟我聊天沒關係 可是如果我在拉繩爬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聊天 其實真的沒辦法聊天 會喘 真的 好 再下一個 這個是我 我今天錄影 老師 像我們這種 搞塞搞流的 方便嗎 就大自然 你只要把 把那個 穿尿布 不用 就大自然 就苦蕊就好 你都這樣喔 對 男生又不用苦 你不要 你盡量就是躲在那個 草叢裡 對 你不要在人家的步道上面 如果我走跪 在步道上面不可以 然後所有的東西 你的自然排泄物 可以不用帶走 但是你附加的什麼 衛生紙那些要自己帶走 好 這個是 我們今天錄影對不對 我昨天去的 熱騰騰 而且這個行程 我很推薦大家 這個行程我很推薦大家 它叫做 五二茶壺山步道 它在應該是算 開車從台北去 大概40到50分鐘 很快 然後 你可以自己開車或者是 搭公車也可以到 然後你看它的步道 其實都已經鋪 鋪好 鋪得很好 它只有一小段是有泥土 其他都是階梯 這個車很適合 就是剛開始 你只要能夠跑步 膝蓋不會痛的人 我覺得都可以去 然後我的行程 我這一天的行程 10點出門 然後我到九份 吃一個午餐 開始到烏爾茶壺山步道 開始爬 你也可以去豹石山 豹石山很簡單 走不到10分鐘 就可以去看陰陽海 我現在已經算了 你太太能了 怎麼再放下來 我現在在機身上 我已經用了 這個就是 想撒丟 就開啟動 journée 你快樂 要不要太太 你不會